剧集飞虎之前行极战的一众演员 苗乔伟、吴卓熙、黄志文、王敏德、王敏毅、吴代荣 还有回归香港演艺圈的雪儿等 5月7日一起先上香港将军奥电视程座宣传 谈到剧集在内地的点击量接近22亿 众人都对好神迹相当的满意 苗乔伟则称希望这个剧集的大结局 可以令点击量继续上升 更表示已经预留下半年的档期 给剧集的第二季的拍摄 虽然点击率是高 但是不少网友就指 剧集中的卧底戏比飞虎队的戏更强劲 不知道苗乔伟对此怎么看呢 因为其实戏主要是在卧底 而且调查的部分 因为飞虎主要是 飞虎是一个action team来的 就是它是一个动作的一个组合来的 所以如果要真正拍一个讲飞虎的故事呢 就要按键的就不一样 所以飞虎是一个 是一个发挥在戏里面是发挥一个破案啊 动作啊 他们的主要是这个功能 那其实飞虎这个戏里面也有啊 好像灰哥啊 波斯科啊 他们都是属于飞虎队员 但是我觉得啊 最重要是观众喜欢 观众觉得好看就好 看那个点几率就知道了 另外苗乔伟出了名的逆生长 每次大家都想八卦一下 他到底是怎么保养的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保养的 就是天生天阳嘛 我都没有什么保养的地方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情吧 心态吧 当然他也有汤水 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某方全美香港报道 天生 qui Gal же 您好